我们看到北京香山论坛的登场 中美军方的高层渴望直接对话 不过针对近期台南及南海的局势 解放军中的中将何雷受访时就表示了 要美方不要插手或是拉帮结派 好我们看到教宗方济各结束了新加坡的访问行程 在台湾的时间13号中午12点25分 结束亚洲之行 预计飞行13个小时返回罗马 正是神为史上最长的亚太之旅画下了据点 天主教教宗方济各跟新加坡东正教 佛教伊斯兰教等代表亲切的握手合影 根据路透的报道 87岁的教宗亚太行的最终站 选在的是宗教民族多元的新加坡 意在推动宗教共荣为和平祈祷 同时教宗特别在新加坡为外籍移工请命 尤其针对新加坡的30万名低薪移工 多数为虔诚的菲律宾天主教徒 宗教宗也去做了一个赞誉 新加坡是一个新移民国家的典范 再来我们看到大陆官媒央视公布一段解放军 空军用红外弹驱离外机的现场画面 过程中用压坡度外逼驱离 根据推测这可能是2022年拦截澳洲P-8A军机的过程 来 过来了 早来了 上去 难得 像是平行卡位 让他政策方向稍靠前一些 让他能直观地看到我 逐渐地向他压坡度缩小间隔 逼迫他远离我们的灵海线 压坡度 走压坡度 大陆央视军事12号公布了解放军使用红外弹驱逐外国军机的过程 根据大陆军事专家的分析 相信影片是今年5月解放军殲-16战机 拦截澳洲P-8反侦测监察机的画面 当时外国的飞机几乎是垂直的角度低空闯入了中方的领海线 于是大陆的飞行员就飞到了他的稍靠前方一些 让对方能够看到他 逐渐向他压坡度缩小间隔 坡度对方远离 逼迫对方远离大陆的领航线 不过对方再度逼近 解放军最后要求立刻离开 并发射了红外线干扰导乱 干扰拦截 Kill迫使对方赶快离开 请不吝点赞 转发射